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该买的都买完了 如果我刚刚看到还偶尔有几个那个写的初次聊天的弹幕在问怎么去买这个飞车小店里面的东西 就是官方的这个飞车下次特为够的这个东西 这是我手机我的直播间 你看竖屏 这些是弹幕吧 上面这个选项卡 有一个选项卡叫Q飞小店 把它点进来 里面就是了 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楚 但是这个界面里面应该都看得到 就在这里面啊 进去你就知道了 好 来到了一路向前 林青这边开的是一个狼队的皮肤啊 是一个狼队的皮肤 然后专哥用的是一个紫色的皮肤 蹭到了 蹭到了非常伤啊 蹭到了以后非常伤 那这样林青直接领先了0.3的一个距离 但是还要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只要下去领先1万都没有用 哦 林青 路线可以 专哥这边有点压过头了 但是我说实话这个压不压过头 我觉得专哥的起飘点是没问题的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中间 这么慢啊 本来这个地方是有点 应该是可以破的 目前为止看到的极限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1分08.44的这个成绩其实并不坏啊 其实并不坏 但是我觉得林青应该不止不仅于此 不止破这个记录 他应该能跑到个08.1 08.1 好 一个顺测1是又过来 再来一个慢中枢171啊 这个玩171稍微点慢 再来个弹射19还可以 再来个186的一个弹射 OK 外切了 我转个追的好紧 你看到没有 你看后面 撞吗 不撞 1分08.1 我0分08.12 后面转个是甩了的啊 后面转个是甩了 您一定求稳 如果不求稳的话应该是08.0啊 距离07还差一点点 那可能也是看转车跟这么近 不敢甩 他被顶 好 那么再次欢迎各位直播间的兄弟们 重新我的直播间啊 直播间7000个兄弟了 那么还没有关注我的 可以点一下关注啊 关注可以点一下 然后没有加我的直播通知群的 可以加一下左下角的直播通知群啊 也就是最左下角这个747337058 这个是我其中的一个直播通知群啊 其中的一个直播通知群 加了一个人就不要再加了啊 对 我一共有20来个直播通知群啊 如果有别的直播通知群你加过了的话 你就可以不用加这个了 我是针对第一次到我直播间的新观众啊 因为最近游戏的有推流啊 别的平台有引流 所以这个直播间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新观众啊 我估计这7000个人里面有可能有2000个人新观众 贵宾里面估计都有几百个人是新观众 应该差不多啊 但是狮子应该习惯了吧 哎呀 兄弟们 也不可能他是每一把都是跑的不行的 知道吧 他一定会说是那个 他毕竟他的实力摆在这个地方 对吧 他再拉闸 就硬实力嘛 他硬实力摆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说他最近就是 各种状态伪迷 就是发挥很垃圾 就可能 稳不住 但是人家跑的就是快 但是实力摆在这里 他只要稳住了他绝对不会慢 知道吧 硬实力摆在这个地方 你要有些人就跑死了就跑不快 知道吧 这个不一样啊 这个不一样 他最近就是不稳 这个东西可能跟自己的 平时的那个练度啊 不过我相信他练度应该不成问题 他一直以来都是非常努力的选手 我看看我的直播通知群 刚提了一嘴有多少个人家庭 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提了几嘴 满了好多个通知群 换了好几个群了 我看一下 看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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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最后还在领先 好哦 赤嘴侯燕 你给我发了个诗聊 说晚上好突驴 这个群是哪一个我忘记了 现在是几点 这是 8点50 第一个极端 第二个极端 后续 05.8 应该是这个 应该是满了 应该是满 满了 妈的我刚刚叫新观众加拿大一边一收就满了 白宣传了 白宣传 没事我再换一个 待会再换一个 最近看这把比赛 这把庄哥又杀出来了 现在林青暂时是一路向前啊 第一局一路向前领先了一分 现在庄哥第二把是领先了半秒钟啊 林青这张图 令我们印象最深刻的一把是 冰破 后追哈雷特 零五点 追了个零五点八 应该是跟 新机甲是联动的是吧 新机甲是联动的 那我估计啊 因为官方那边没有给我保底的数字 我们我们这种是 他们那种是不会给我们这种东西的 都要我们自己去撤出来 你想啊 先解决别的 先不说这个 好 说着说着 林青已经来到第一了 直接反超了 这样的话其实后面没有什么15点了呀 那恭喜林青直接2比0好 也是找回了自己的感觉 还有一分06 没错 好 那我们说到刚才的话题了 原机之星 序列未来 哈雷特 奥利纳这四个机甲的价格是不是都是差不多的 差不多 还有那个莫隐姓龙 这五个机甲价格都应该好像保底都是一样的 都是2000 2500这个样子吧 如果你去买折扣道具 比如说我们左下角有个群 就是那个以赠送的各种各样的方式 你们刷过贵族的都知道 以这种方式除外你自己去充钱 保底 这五辆机甲是一样的 有一辆机甲是更贵的 孙悟空 孙悟空他为什么贵 他有联动 就他跟西游记联动了 我估计西游记要收钱 他好像孙悟空保底到3000了 其他机甲是比猴子要便宜的嘛 对不对 其他机甲是比猴子要便宜 只有猴子是贵的 那我这个戊山五行这个联动机甲 我估计会跟猴子一样 因为也是联动的 要看那边收不收钱嘛 看官方怎么定嘛 这优势在哪里 也是 好 换个群 元吉首发最便宜是吧 那可能比较特殊 但是后续的机甲好像都是一样的 元吉首发确实便宜 就至少比如说现在返场的机甲应该都是一样的了 所有的机甲都是定的一个保底 就差价格不差一样多 除了有联动的机甲 包括猴子的皮肤也是啊 皮肤联动的也贵 对不对 我估计这个新机甲是不是跟其他大部分机甲一个价格 就要看那个联动方那个那个什么雾山什么东西的 那个那个那个动漫方收不收钱啊 收钱我估计还是要贵 但是不收钱肯定跟其他五个机甲是一样的 反正到时候出的第一时间大家就会知道的 对吧 你如果第一时间想抽你大不了 你看看别人抽多 多少钱出对吧 你再去自己下判断吧 你再去说 再去自己去搞 等一下吧 等一下吧 好 超前指引地 OK 超前指引地出来了 那这一把跟第一把完全不一样了 又弹脱了 节奏全乱了 感觉就像是 两个人一样 怎么感觉装哥泄漆了呢 一下子 很可能就是对抗一下的事情 对吧 你看就一开始他对抗有问题 就是被小喷被卡没了 然后甩尾的那个路线没出来 但跟他第一轮也是这样卡 就可能第二轮没卡过 本身卡位这个东西吧 就不是说是一定成的 一定不成的 对不对 好 哎呀 管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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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吓死人了 你说这样掉一下还真有机会啊 装哥两秒的话 两秒钟掉一下真有机会 但是没掉啊 没掉就没机会了 那估计就把它3比0了 好 宁静这边弹了一下 CW6 顺车起手断口 OK 好 这边拐弯以后 差不多到台阶了 可以 颜上了 那这里要重开了 没关系啊 调整非常快 用了个侧身进阶小喷 再来个WCW接点票 再来个弹射 弹射甩尾 这个地方弹射很简单的 OK 再来个倒立路弯 ECU开起来 中间称一个行星断掉弹气四个喷 最后一个分是这个的快速出弯 然后再次甩尾 好 那没有什么问题 提前下 提前下 然后这个地方没掉的话 最后应该是1分23 23大了 23.88 23.88这个成绩也算是还可以了 还可以了 要不是昨天风仔跑了个23.0 谁也不会觉得 23.1 23.1 谁也不会觉得这个成绩不够看 确实 问题是昨天真有23.0 那如果你这个23.88遇到昨天风仔那种23.0 那你确实没什么办法 而且会被拉挺远的 好了 那 这一波下来以后 林青的比分已经扩大到了3比0 3比0对于单局来说 其实说猴子好像还没用 猴子还没用 那基本上可以理解为大比分已经1比1了 因为猴子 我就这么说吧 林青如果在同车拿1分 那那就是胜利 对 因为追到4比4的时候他直接悬一手猴子必死 就是猴子必赢 必赢 猴子是有必赢的图 对呀 来你 举一下 鼓鼠就赢了 鼓鼠而且没月赢了 月赢就用了 对 那鼓鼠基本上是必赢了 0号可能还有点风险 0号 因为上次小玉 对 小玉被干了 0号可能有点风险 但是其实我觉得0号都没有太大的风险 确实 一个是26的实战的车 一个是29实战的车 差了三秒钟 你跟我说有过去 他只能说是可能 你对0号本身也不是很自信 对吧 0号 孟肥鼓鼠 疾风机场 疾风机场搬了没有 刚刚搬图我们没有注意看 没注意看 反正我就说 没有搬图的情况下 疾风机场 还有吗 目前就这三张 就这三张 因为阎光王城这种突击没了 精华也没了 要不然猴子还会 更加牛逼 好 先看这一把了 老街工地 还有个决战海逼之野 海逼又对了 忘记了海逼没有青龙 好先不要管啊 先看看他能不能拿下第四分 目前为止这个地方是没有延上了 庄哥直接领先了0.3秒 一个顺策外出 反方向一个 拉飘进阶啊 庄哥的话目前在领先的位置 但是林青追得非常非常紧啊 这边来一个大甩尾 甩完之后再来一个甩尾 快速出弯的一个切断 进阶 进阶150的一个 这边这个弯是最关键的啊 延续的话那后面要多开一管弹器 就可以触发龙神的技能 不过阎君的话 本身就要多开一管弹器 我这拖鞋弯 我这个拖鞋非常的贴 所以他刚刚那个 按的刹车 按多了啊 但是庄哥 想连带 但是没连带到 没有连带到 这边只能重开一管弹器 重开一管弹器 这个庄哥少一个弹器要卡四下 但是我估计他们只卡三下 好庄哥后面三下补板器啊 左上角已经显示出来了 那这边林青应该第四分 如果这个地方不失误的话 后面就只有一个失误点了 这个地方是一个比较大的失误点 这个路线很 没事 但是还 还有足够的距离 好 过了这个失误点以后后面只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失误点了 就是我刚刚第一圈说的就是马上这个地方 会比有一个比较难的一个甩尾接快速啊 好就来了 他来了 这边 甩尾接快速啊 连飘没出 连飘没出 但是调整回来 调整回来 他接下来 没有 三连投接 还有最后一个 这个其实是个小失误点 这个其实不是很容易失误 你看他慢慢过就行 慢慢过就行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直接一个顺侧单喷 主双喷 没有主到 没有主到问题不大 直接一个ECU射出来 1分32.87拿下比赛 今天有计时啊 有计时有计时 因为最近比赛 所以我们 晚上基本上只打一场 因为打 因为本身4点多钟开播 到现在为止已经累死了 然后 如果要再打到12点这种 估计顶不住了 本来身体就不是 顶不住了顶不住了 现在都播了快四半小时了 狮子怎么漏气的 怎么漏气是什么意思 只能说是没打过 这真的呀 就已经 第一轮跟第二轮就泄气了 就完全 不会第一把 赢得那么风光 第二把直接被零封吧 那对于第三把的 信心的打击是有点大的不 就完全就 肯定就不是一个人了 第二轮突然间起零 零后或者说打对面一个无比 确实见了 那这样4比0 多一手猴子 觉得说 已经是本赢了 已经是本赢了 4比0多猴子 4比0多一手猴子 你可以理解为他不会零封 他不会代表之后直接会零封 但是一定代表着你这四分白追 对白追 我给你拿四分都没有 说白了现在林青一直输 输个四把最后一把猴子直接带走 是最搞形态的 但是没有人会这么做 猴子在没有月影的情况下 就代表的是一分 因为猴子本身在 哪怕到现在 他牛掰的图还是 没有任何机甲可以打得过 加速袋的图还是 加速袋图还是 你比如说克隆你拿什么机甲都打不过他 对呀 还是没法打 为什么现在猴子 你们感觉在联赛的地位变得很低 为什么 克隆被删了 连瓜王城被删了 金华被删了 雪地大猫 雪地加连华这里还没有 没上 还有一点雪地加连华哈雷特也可以玩 他不是绝对优势图 还有 机场有月影 孟非鼓鼠有哈雷特 孟非鼓鼠月影虽然打不了但是哈雷特能打 好 悲海渔场 那这样是庄哥 悲海渔场 悲海渔场林青应该挺厉害的 这两个人都挺厉害的 可能庄哥就是想 林青还是没有让车啊 那就证明林青就是想通过这种 也没必要让车 打到现在 没必要让车 因为他 林青 再怎么让车 他也是只有一张选择 对呀 他已经有一辆车了 他没必要让 对对对 这个是我分析的有问题 好那这样的话 庄哥前面 接连的失误级 来到0.8了 0.8的话 这张地图其实也挺难追的 重测 又失误了 那这里 机甲技能强行凑 甩尾一下 好那这一把看起来 需要是提前结束了 我们还说他要打猴子 那看来猴子可以压箱底了 可以直接下一把 我呦 调整侧身 有没有40这把 40肯定是有了 39估计多枪 39肯定是没有了 39肯定是没有了 这一打猴子撑到没有 没有撑到那就要暴力了 卡曼数了 卡曼数了的话问题不大 这边调整路线 调整得非常好 看下这边370的一个速度 撑上加速带 OK 再来个空扑路轮 1分10.66 51.4的话 40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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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第二阵的细节了 慢中出161的一个出弯 现在封载的一个记录已经 哇封载这个外星类还是快呀 为什么快那么多 可能明清 我知道了 他玉起神虎的技能点不一样 看到没有 他玉起神虎好像少了一次 会不会是那个风在腾起来的 应该是中间那个 进到那里 对中间进到完了 他有一个那个 那个拱起来的地方 他可能飞起来了 但是问题不大 40.5感觉还是有的 这路线 这个路线 简直惊天地气鬼神 简直堪称 即时国服级别的路线 再来个点票 6下7下8下9下10下11下延续 断掉大阵 哎呀 没事没事能赢就行的 哇可惜了呀 是吧 可惜本来40.4的 来41.39的一个成绩啊 直接第二把零峰装割 来 黑子说话 黑子说 我跟你说 等下第三轮打的叫做 又开始 白子说话 现在也不是他赢了 1比1啊 但是你要这么想啊 目前来看的话 第一轮是5比3 5比20还是5比3输的 总体算下来呢 那还是 总体比分的话那还是零级零级 零级拿5分的 也是也是也是 现在也没有什么优势 发来高能弹幕 脱离你别可事啊 不然我看小丑这块 谁给我补啊 说的就是 啊啊 我没听懂 什么别可事是什么东西 我渴死 我渴死 我别渴死 那他来我直播间就是 盒子就是来看小丑的 没有 他也为你好嘛 对不对 也是为你好 不想你 不是盒子你们来看我直播 都是来看小丑的 谁的这个会计